这个地方叫东财室角 这个很保持一点老砖的样子 还有一部分这种老房子等待开吧 估计这个订阅库吧 这个估计就是要把它保持原样了 修旧如旧 他说这个街叫啥名字 厕室角 哦 财室角 那个叫东财室 哦 这是南财室 这个南财室 他是以这个地方为分界 石子 就是这个地方石子 这边是南财室 这边是南财室 这边是南 他这是现在都要拆了盖四合院了 拆了的已经是盖成这样的四合院了 拆起来是挺好 这个就好像东南义那边 这个地方叫财室角 正对着就是太平楼 这个都是原来老大同的图片 那个就是应该就是太平楼的老楼 三十年代在大同财室角这个位置 举办这种社会活动 才高桥的 武师的 武龙的 原来的大同就这么的红火热了 这个跟上次回来已经完全大变样了 师傅跟这能出去不 好 谢谢 正好出来了 正对着就是太平楼 天下太平 天下大同 好 这个才是角这条街走过了 这里是东北角的人和坊 我们进来看一看 现在也建设的差不多 这个是带王府的那个后门 上次来这边还是一片废墟 估计明年就可以交工 这个东北角现在就是一个人和坊 那边有个进什么府 才是角那个位置 人和坊这个位置 就是两八块的这个四合院 大型小区 加上带王府和法华寺 整个东北角的布局 这里面看来很多房子已经是卖掉了 有个人家已经开始装修了 自己又新做了一个门头 真是有钱人来这里买房吧 多好 这边你看一出来就是北城墙 而东北角就是个这了 现在去这个西北角 从奎心楼往西走 看一下西北角 这个原来叫大十四街 这是五龙碧 大城的龙碧之方 这个是西北角的一个四合院小区 叫五龙巷 这边还有很多五层呀 六层的这种楼房 这个他估计就不拆了 这里的房价也应该不低了 毕竟是在古城里面 古城里面是和老人家居住 好学校都已经迁到城外了 从这里进去 上次也走过这里 这片还没有那个修着出来 你看原来就这种老房子 现在还有 还没拆完呢 如果看过我之前老视频的话 就知道我走过这条街 这种破房子 它又不是那种明清时候的那种老结构 那种老物件老结构 它都是建国之后盖的那些 而且是丝搭乱建 乱砖头 乱木材 打起来的那种 所以就该拆了 师傅能出去吧 能吧 原来大同最破的这个样子 哎呀我的天哪 他们水 哎呀 差点就陷进了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路啊 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走的这种情况 旧大同啊 就是这种破破拉拉 夏天一下雨 也就是泥巴 冬天一结冰 都光光的摔根头 就是这样子 我们打小的就是这样练车技 这个应该就是大同斧牙 这个还没见好 感觉好像盖了很久了 你看这个杂草 看一下这个牌楼 云中峻 这个就是附建的大同斧牙 这个好像是 好像是万美了 没钱盖了 草都长得比我都高了 草都长得比我都高了 不少情况 先来看看 哎呀 我不敢进去 长久没人住 就会有其他的生理都住进来 咱还是走 坐起来是正好 现在的情况 我这还弄个广场 还有照壁 弄起来是真好 真得五年十年甚至更长久 才能把这个大同古城打造完 现在出生的大同孩子们 太幸福了 在他们记忆当中 大同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的孩子特别的自信 因为他们一出生看到的就是最好 这前面能不能过去 师傅前拓能出去吗 出不去啊 对 堵牢了 前面都是工地啊 盖的都是珠门大院啊 在外的大同人 就像我这样 虽然在外 但是特别的关心家乡的发展 之前我也特别喜欢看别人拍大同 但是绝大多数人不会拍这种地方 可能觉得没必要拍 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人看 更不会有什么流量 但是我是想把它记录下来 一个是给自己看 一个是给和我一样在外的大同人看 这次街的户头 现在直对着的就是中楼 西北角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这边的房子 看样子应该是不拆了 现在能把拆了的建起来 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好了 这个西北角就是这样子了 我们再去西南角看一看 来到了清远门了 这里就是西南角的了 这边主要就是华岩寺呀 山花寺呀 这些都已经占了很大一片地方 还有这个原公司 这个是华岩寺的南墙 长长的这个红墙都好看 来我们拐到这边吧 这边应该还有一小片地方没拆 这个是教堂 占地非常好 拆了的就已经是盖好了 拆不了像这种的 都是人家不同意拆 就咱那四康了 这里应该叫棋盘街 之前应该叫棋盘街 现在我也不知道了 这个原来是个学校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拆了的你看 能盖的就已经盖了 盖人家也是修旧如旧 定不是纯的新盖的房子 像这个就是新的了 没办法 因为没有东西 还是老式的公厕 原来住在这儿的大同仁 全部要公厕 冬天啊 那个冰驼子 真的是要把人摔死 夏天是臭死 铁围墙里面的 也都是一些 有点那个老物件的那种门楼 都是会修旧如旧的保存下来 人家本身就是大同市 不可移动文物 这个地方叫赐福安 这个差不多明年回来 这边也会建好了 从古楼时间这边穿过了 叫欢乐鸡 这边原来有个欢乐鸡 哎呀大同人最喜欢吃的欢乐鸡 这欢乐鸡现在也还有 好像在永泰广场那边有 我觉得那个欢乐鸡啊 比杭州的那个无山鸡好吃太多了 这个也是修旧如旧的一个院子 设了个传达室 我用一些旧的你看 这种台积做的这个围墙 这个年代感就有了 从这边出去就是华林商社那边 西南角这个位置 基本上已经是OK了 来看一下东南角 现在的东南角变成啥样子了 这边的古建筑有九龙碧 文庙 帝君庙 还有古楼东街 东岳庙 云州 鼠院 幽云十六州 幽是北京 云就是大的 帝君庙 之前都有视频详细介绍过 大家可以到主页分看合集 古都大 前面就是东南三巷 咱们拆两天已经去了 拍的夜景 右手边的朱一阁 像这个也都是老门 老门头老门矿 所以不要听那些黑子们 说什么 耿市长把原来的老东西都给拆了 又不是不懂 就你灵 人家就不知道了 好东西要留着 耿市长特别有情怀的一个人 他怎么舍得把那些古物件 就给你拆了认了 用小后跟想想也不可能 这边过去就是文庙 四条大街已经结束了 四个区域也都看过了 大概的看过了 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明年大同古城会更好 我们一起期待吧 小姐 小姐 σε princi少年 最后再来 一个发现 漂亮的 巢